多亏了师兄 但这也只是暂缓毒性 并不是长久之计 四哥体内的毒尚未全解 可现在就差一个胡胆 这毒是我师父配的 他的手里定会有胡胆 只是现在要找到它 恐怕没有那么容易 不用担心 我现在已经醒了 我们一起想办法 四哥 我现在就去帮你找胡胆 麻烦离妃好好照顾四哥 六弟先告退 好 疼吗 不疼 四哥 四哥 若时间可以重来 我宁愿 我们从未相识 可是能遇见你 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事了 对不起 四哥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不知道那是你 对不起 上你很痛 对不起 都过去了 四哥 四哥 你怎么了 喝点水 昨晚在三教堂 我听你和六弟的谈话 碰成民乱是吗 我只恨当时没有力量阻止这场民乱 当年 高祖皇帝出平天下 始祖门法 聚空自傲 始法理于无武 强占山泽 侵占良田 驱逐百姓 把他们沦为自己手里的布局 百姓纷纷不满 这才爆发民乱 过去的事情 我也改变不了 但如今 皇兄与我削弱全臣 提拔寒门 布局新政 所有这一切 就是绝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 我要改变这一切 你能理解吗 当然 在我心中 你既是那个给我讲狼群故事的四哥 也是要依法治天下的四哥 还是那个心忧百姓胸怀大志的四哥 这一切 这一切 就是没有 你不是 你还在想 我心想要是 你还要无所谨 就見て不上 能不能 我就要你就要 他 你的 你还在意 你才是 我 你还在意 那你才怎么 你也能 而是与我相知相议的离阁 刚跟那些大臣怎么回事 还有彭尘王和小姐的脸色 怎么那么难看 你倒是跟我说说呀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你不是离非的天山侍女吗 你春天跟她在一起 出了什么事你不知道 说得跟你知道是 看你这样 你家小姐就算知道什么 也不告诉你 说不定 说不定只会添乱 一天到晚叽叽喳喳的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你 你这 都怪我 你 我冰箱乍乍乎的 对小姐关心也不够 这 现在 现在大家都为难她 我什么忙都帮不上 我真没用 你别哭啊 是殿下受了点小伤 所以那些大臣们 才不依不饶的 不过你放心 这些年 殿下处理这些局面 早已稀疑为常 有殿下在 你家小姐不会有事儿的 所以 所以你别哭了 我 你当真 当真 凤城王和三宝个真好 那咱们继续守着吧 参见太妃 你 你 你处理得太冲动了 即便你想逼住彭尘王 那也不能做出 带领众臣逼迫轩儿的举动 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了 近日是侄儿心急 这才疏忽了 但侄儿也是一心为了大忌 你给我记住了 成大忌 就不可再为难轩儿 请姑母息怒 侄儿禁忌 太妃 你让侄儿查的两味药 有结果了 胡胆和沉香病用 性为大寒药性极强 一般是用作 驱除剧毒的药引呢 解毒 是 冲儿要解毒的药引做何用 那倒是 彭尘王可能中毒了 春芳 把我的天竹沉香拿来 是 姑母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昨夜 轩儿来问我要天竹沉香 当时 我心中有所警觉 得留了个心眼 皇城用完了 太妃 确实是少了 什么 我只是 取了承秀可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人 拿走了我的天竹沉香 若彭尘王真的中毒了 侄儿就一定有办法 让他露出破绽 殿下 方侍郎求见 你在这里等我 我出去一下 小心点 我去 你 我的天竹沉香 我去 你以为你 你以为我 新政要略颁布的如何 今日下官第一次一事 看到士族以群臣之力咄咄逼人 下官仍微言轻 处处受到掣肘 恐怕新政之路 必是艰难嫌醋 你怕了吗 下官不怕 殿下说过 新政并非一朝一夕之事 我们现在所做的 就是为后事打下第一款基石 下官愿为殿下鞠躬紧粹 本王誓要割除弊政 无论如何 誓临堂编撰修文不变 新政时时推演不停 定途断修选官不变 天下民有所系 力无苟得 本王此生足愿 是 你先下去吧 是 殿下 北魏军报 魏军秘密齐节 北军果然按捺不住了 黄河一杯 北境险情 三毛 请沈廷章入府 是 怎么样 一定还会有其他的办法的 李妃 你要不先吃点东西吧 你都一天没吃了 我吃不下 师兄 难道真的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李哥 一天一夜了 你不吃也不喝 就算你再关心他的安慰 你也要顾忌到自己吧 你看看你 都憔悴成什么样子了 来吃些东西吧 好 我刚才去了承修阁 我看着他 像没事人一样 不管 是不是生命垂危 不管 是否还有明天 他一心操持着心症 你知道吗 师兄 他并非我们之前所想的那样 他是一个为百姓考虑的人 他是一个好人 我不能让他就这么死了 他绝对不能死 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 还有其他办法 李哥 今天的事情让我明白 很多事情是听来的 若非亲眼所见不能缺心 是非对错 应该自己去衡量 不想 以后我们不能只听信师父的话了 况且师父的现在 也不是原来我们认识的师父了 我这就去找他 多谢师兄 李妃 你要不先吃点东西吧 小心 帮我一起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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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